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曹淳昌美照见诊董事长 从高雄的小诊所为起点 曹淳昌运用了独特的传销手法 从南到北建构了全台湾最大的渐渐王国 现在美照更进军香港及北京的市场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三位医疗产业的佼佼者 分别从上 中 下游不同的位置 来看国内的医疗产业发展 提供台湾 蓝海新思维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发现台湾蓝海 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的是 在蓝海策略这样的概念之下 台湾其实有很多成功的企业 成功的经验 那么今天我们很特别的找的这一块 是谈到的就是医疗产业 因为我们或许平常会觉得 医疗好像不是拿来可以赚钱的 可是医疗也可以赚钱 特别是在高龄化社会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可以有很成功的经验 那么但是他们除了赚钱之外 还做到对生命的关怀 我想今天很高兴三位在我们的现场 先请高教授为我们开个场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詹小姐 三位贵宾 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谈到产业的时候 几乎发大会马上联想掉 所谓医疗健康产业 可是这是很重要的产业 我跟三位来宾特别报告一下 26年以前 198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美国教授请了一年假 回到台湾来做一件事 就是帮助那个时候王永庆先生 他有个民德基金会 称叫生活素质研究中心 生活素质研究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想到赚钱 我们生活品质很重要的 生活品质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医疗 就是健康 所以我做一个念经济的人 提倡非经济的重要性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好像大家也很认可 那么二十多年以来 整个台湾的社会 一方面所得提高了 一方面年龄也往上升了 在这个时刻 所以你们三位 刚好是跨了三个领域 有的是负责健康的 有的是有些机器设备 来检查健康的 有些是来发生病之后 或者预防怎么样 所以这三块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场合 给大家有很多 我想还是要继续请问的 就是曹董事长 在美照见解 一开始我知道您本来也不是 不见得是从事医疗的 但你投入了这一行之后 你让大家看到 你做得非常的出色 您的成功的经验在哪里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我跟我弟弟两个人 在6869年成立的总业建设 70年之后 整个建筑业的景气下滑 很多公司遭受彼此之殃 那么我们在思考 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 虽然它也是高利润的行业 你说建筑业的时候 建筑业的时候 所以我们思考要转心 转心的时候 我们思考到底要转换什么种行业 后来我跟我弟弟两个人 觉得是说 在这个健康事业上 是比较有发展性的 而且比较有严谨的 所以在民国72年 我们就成立美照生活事业 那个时候我们纯粹只是一个 代理代销保健器材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在设计